小羊点心铺 开饭啰 欢迎收听小羊点心铺 今天是星期五 我们今天要吃的是智慧欧姆蛋 神的话能使我们灵命长大 让我们一同来享用这段关于智慧的经文吧 今天的经文是在罗马书十二章三节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亲爱的小朋友 有时候我们表现得好 很希望被别人看到 被人称赞 也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差 又笨又丑 但是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这些觉得自己好 或者自己不好的想法 其实都是跟别人比较来的 我比别人跑得快 所以我很棒 我比别人看书看得慢 所以我很差 这些想法都不是天父看我们的标准 圣经上说 神给每个人的恩赐 特质 及呼召都不一样 我们要怎么跟不一样的人比一样的事情呢 那是非常不公平的事 就好像猴子不能跟长颈鹿比身高 因为他们的特质本来就不一样 长颈鹿需要长脖子 才能吃到树上的树叶 因为他不像猴子灵巧会爬树 猴子也不需要像长颈鹿一样高 不然他没办法灵巧爬到树上摘果子 最了解我们的就是创造我们的天父 我们要从他创造我们的特性上 好好发挥 讨上帝喜悦就好 我们也不需要自己觉得表现的好还是不好 因为只有神怎么看我们才是最重要的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罗马书十二章三节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罗马书十二章三节 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帮助我不要被人的评论 影响了我对自己的看法 请给我属神的眼光来看自己 和看身边的人 不比较也不评论 因为每个人在你手中都有专属的计划 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